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他们的好兄弟阿奇 他们现在要将这群尸体焚烧了 大王让鼻屎动手 但是鼻屎也说非常害怕 不敢动手 最后在大王的呵斥下 几人唯唯诺诺地行动了 他们将买来的工具全都倒在尸体上 最后淋上水火和硝酸 火焰冲天 几个少年站在一边看着火焰燃烧 任务完成后 大王和阿比吸了一口嗜喉烟 仿佛这样就能够战胜心理的恐惧 时间来到半年前 警局里 阿比因为帮忙销赃卖盗版光碟 被警察抓获 警察叫来了阿比的父母 阿比的父母早已离婚 两人一见面就吵了起来 他们互相指责对方对儿子疏于管教 警察说 孩子犯这样的错 都是因为缺少父母的陪伴 如果多一点关心和爱 也不会这个样子 阿比也懒洋洋地倒在一边 悠悠地说道 警察叔叔说得很对 要不是因为这样 自己都见不到他们俩 阿比的母亲听到了很生气 对着阿比劈头盖了一顿骂 他让阿比回家 自己要去趟澳门 多长里还有朋友在等他 阿比的母亲拿起包扭头走了 阿比的爸爸也起身要走 因为他要赶着去大陆 见他的小情人 阿比想跟爸爸多说几句 但是他让阿比放聪明点 没事不要打电话给自己 阿比无奈地对警察说 你看到了吧 警察现状也没有办法了 只能将阿比教育之后 放他走了 阿比从警局里出来 来到了社区活动中心 帮大王写作业 大王坐在一边 吃吃地看着古惑仔漫画 还不停地敲着沐鱼 弄得阿比无法专心写作业 大王却说 念书有什么用 多看一些古惑仔才最实际 他不想回到小时候那样 被人打得要躲起来 现在他想变得厉害 让以前那些混蛋 看见他就掉头走 阿比原本是学校里的优等生 可跟着大王混在一起以后 也一起看古惑仔漫画 他被陈浩南 山姬等人 快意恩仇的人生所吸引 幻想着自己能够成为漫画主角 但是他知道 这些都是漫画 自己不会成为这些人的 大王却说 有人讲得出 就有人做得到 就去做 然后大王指着漫画里的人问 真人能不能像漫画一样 被打得飞起来 阿比白了他一眼 笑话他怎么可能 正当大王和阿比打闹的时候 阿吉带着阿甘来找他们了 这个阿吉就是电影开头 被打死之后分尸的少年 他和大王阿比 是一起长大的好友 特点就是嘴亲爱者是 阿吉在乒乓球室被人欺负 他想让大王和阿比 帮他找回场子 阿吉说 刚才有个人拿球拍打他的头 他就把大王和阿比的名字 报了上去 但是对方很不给面子 态度也很揣 大王一听到这儿 就立马让阿吉带自己过去 但是阿比拦下了大王 他说阿吉说话一向不靠谱 信一成都多 还是先问清楚再说吧 但是一直以陈浩南为偶像的大王 则坚守着一字为先的原则 要为阿吉出头 大王带着阿比 阿吉 阿甘 闯进乒乓球室 大声地问 谁欺负我兄弟 对方也不甘示弱 直接报上大名 大王将他如此嚣张 正准备教训他 却被阿比拦下 还是先问清楚情况 免得对方说他们仗势欺人 了解到情况 他们得知是阿吉挑衅在先 阿比觉得既然自己理亏 对方又人多失重 他们本想着大王倩就带人离开 可对方得理不饶人 不断嘲讽他们 这让熟都蛊惑宰的大王忍不了了 直接给了对方一圈 幸亏老师及时感到制止 才没有发生群殴事件 这时候 阿吉还嘴臭地调戏老师 大王给了阿吉一个眼神 阿比说 阿吉的嘴臭迟早出问题 画面一转 大王在家里打拳 大王的妈妈回到家 看到大王又在打拳 怒从心起 忍不住一顿教训 大王也不吭声 只是将所有不满花围拳都打出来 大王是单亲家庭 看母亲一个人养活 大王平时也只能耍无赖 伸手向母亲要钱 大王的妈妈一边手落大王 一边收拾东西 准备去上晚班兼职 大王突然拦住他的路 伸手要钱 但是大王妈妈说没有 大王就猛锤铁龙 大王妈妈没办法 只好掏出钱包 让大王别惹事 阿吉回到家 弟弟正在做功课 老爸准备去医院 看望生病的老婆 他盯住阿吉 照顾好弟弟 阿吉不喜欢老爸找的这个老婆 他的口误遮拦 又遭到老爸的一顿骂 老爸这边刚走 弟弟就打开电视 阿吉的怒气 只能发泄到 比自己小的弟弟身上 家住九龙区的番鼠 靠父亲的关系 跟着三叔一起收费品赚钱 番鼠始终太混血 早早就不读书了 番鼠也是神经在 古活在漫画里 他游手好闲 经常欺负三叔 来自于被他欺负的学生 三叔对他不永怨言 但番鼠却认为自己没错 甚至说三叔都是他照的 这时候 一名抽好猪扒的小弟跑过来 表示有兄弟被欺负了 想让他过去帮忙 但是番鼠一开始 不想乱管邪事 还让他们自己解决 猪扒说 你要不去 自己多没面子 但是番鼠说 自己去了 岂不是很没面子 他还教训猪扒 不要多管邪事 猪扒眼见没有办法 直接拿着铁器跑了过去 番鼠没有办法 只能翻身下来跟过去 欺负猪扒一群人的 是另一个结局的一群小混混 这群香港本地少年 最喜欢来羞毛平欺负 这群中泰混血孩子 在他们眼中 犹太国血统就是卑贱的象征 连大陆人都不辱 猪扒带番鼠赶到的时候 这群混混正逼猪扒的几个同学 互相拥脚抽烟 番鼠尖壮抢过铁锹 对小混混说 他们都是自己的人 要收保护费就过来自己要 然后拿着铁锹打了一下墙面 尴尬的是 铁锹的头掉了 然后番鼠让小弟先走 一个人装老大的下场 就是被一群混混群殴 这时候救护车过来 虽然番鼠这次吃亏了 但是却赢得了手下的敬佩 因为他保护了 羞毛平中泰混血的孩子 少年也把他当作陈浩南 愿意做他的小弟 这下 番鼠在羞毛平的人际 可以说是水场船高 这个老大自然做得更加惬意 虽然在外面威风淋淋 但在家里 番鼠老爸却教训了番鼠 他说番鼠工作不用心 打架倒是很积极 心在流落暗底 找工作都难了 自认为已经是当红大哥的番鼠 番脸就给了父亲一耳光 母亲气得给了番鼠一巴掌 番鼠正想给母亲还手 母亲直接拿着他的手 让他往自己脸上打 番鼠气得摔门离去 自以为是当红大哥的番鼠 被父母赶出了家门 无处可去的番鼠 抢占了三叔的床 三叔颇有威词 他却暴打三叔 番鼠睡在三叔的床上 怯懦得三叔不敢说什么 他将钱包装进裤兜 但是番鼠却盯上了他的钱包 虽然三叔智力有些散截 但他能感觉出 番鼠涂抹不轨 还是小心翼翼地 将自己的钱藏好 去睡的沙发 番鼠保护小弟被他 讲一席的事传开 猪扒就介绍了几个小妹给他 但是小妹认为番鼠哄吐 不是他们心中 黑帮老大的伪暗形象 于是决定大吃一顿之后离开 这时候三叔跑了过来 番鼠一扛到三叔就呵斥他 为什么不干活 三叔问番鼠 是偷偷三叔的 番鼠觉得 在小弟小妹面前很没面子 他自然不会承认 只见一顿拳脚将三叔打跑了 这时候其中的小妹阿姨 说番鼠老大好有型啊 本来瞧不上番鼠的小妹们 都纷纷鼓掌 于是番鼠收下了一群小弟和小妹 他的势力也开始庞大 另一边 大王和阿比踢球时 砸到了有名的地头蛇 本来在同龄人面前 耀武扬威的大王 一见到对方有纹身 就吓得抖如筛糠 大王出头帮忙道歉 地头蛇没听过大王的名字 双方实力相差悬殊 大王挨打也只能陪笑脸 被一脚踹走之后 阿比说想不到大王怕他 大王抬头看着阿比 阿比知道自己说错了话 实力弱只能被人欺负 我们不如成立一个团体 壮大自己 就不会被人欺负 这番话也燃起了大王的野心 于是他们广收小弟成立帮派 另一边的阿吉 因为嘴线惹怒了番鼠 他嘲笑番鼠是垃圾 番鼠直接给了他一个大嘴巴子 阿吉灰溜溜地走了 番鼠想抛阿姨 还对阿姨动手动脚 阿姨直接捏饱他的小弟弟 这时候和大王有过节的混混黑仔 来到番鼠这边 阿姨和黑仔打招呼 黑仔说 番鼠这阵子声名远播 收的小弟比他还多 黑仔表明来意 他问番鼠 有没有听过28座大王 番鼠说 昨天才见过他 但是不太熟悉 黑仔说 他跟大王有过节 想让番鼠帮他 如日中天的番鼠一口答应下来 阿吉受到了番鼠的数落 心中不服 再次找到大王添油加醋一番 大王也觉得是时候立威了 于是双方晚上篮球场见 番鼠也没想到 大王自己送上门了 番鼠人明显要多 大王气势很足 阿B说 阿吉是自己人 番鼠却敢揍他 这显然是不给大王面子 番鼠说 用得着给你们面子吗 这件事已经做了 又能怎么样 阿B让番鼠加助他们 这句话引来了番鼠的嘲笑 番鼠说 自己今天心情好 不想打人 给他们一个机会 一个个爬出去 但是大王直接一脚踹飞番鼠 番鼠的手下啃着老大被打 根本不敢上手 大王说 小弟都不听番鼠的 还做什么老大 于是大王直接吆喝 想跟自己的就过来 于是 番鼠的小弟小妹 都投身到大王的阵营 就连黑仔也站在大王身后 正当番鼠落寞的 要离开球场时 大王叫住了番鼠 番鼠直接变成了狗腿子 加入了大王 大王成功将番鼠一伙人 全部收编 秀帽瓶 臭名昭著的黑恶势力团诞生了 大王投火成立后 第一件事情 就是收拾地头蛇 他们将地头蛇装进麻袋里 一顿乱走 暴打了地头蛇 大王他们旗开得胜 接下来 大王决心要带领兄弟们 扬名立万 阿鼠将小弟他们 讲述了大王的故事 大王小时候经常被人欺负 所以他现在努力打拳 就是为了保护自己 现在他成立帮派 也是为了保护大家 大家都是兄弟姐妹 做兄弟一定要讲义气 千万不要做叛徒 番鼠带他们来到参数家 当做他们的窝点 为了扬名 大王让他们想一个 响亮的名字 这群人里 最有文化的就是阿碧 阿碧是帮派里的知多星 他说秦始皇统一六朝 那就叫皇朝 所有人都觉得 十分狂野苦血 这时候三叔回来了 番鼠又教训了三叔一番 于是三叔被迫 成为祖师的伙福 阿碧又强调立群邦规 表示以后兄弟一人有事 全体抽动 但不可以像阿吉那样 主动照着他人 引来口舌是非 邦规和名号定下来了 然后是资金问题了 其中一位相貌较好的小胎妹 表示自己家里有钱 可以拿出来给大家花 但这也不是成久之计 为了支撑帮派的开销 大王商量去留下便利店偷东西 画面一转 大王带着一个小弟 走进便利店 他假装客人买东西 其他人则在外面打架 吸引注意力 本来按照大王的计划 是趁着老板 过去宣架的时候偷钱 其量老板根本身弱无毒 纹丝未动 大王临近一动 主动出去宣架 还过去一脚枪 番鼠提翻 番鼠倒下 把便利店的东西砸烂了 这下老板心疼了 连忙过了悬架 大王便带着另一个小弟 将成一台电脑搬走了 然而他们刚住便利店门口 就遇到了警察 大王和一名手下被送入警局 警局里 两人扛下所有罪名 警察说他们 这不是讲义气 是笨蛋 这句话引来了大王的不满 还威胁警察要投诉他 不过由于未成年 警察也不能把他怎么样 教育一顿就放了出去 这次煞雨而归 让大王十分不解和郁闷 小弟们也多有怨言 但阿毕他们却对大王更加钦佩 因为大王讲义气 没有把他们供出来 为了解决吃饭问题 他们就在三叔家里 还时不时地欺负下三叔 阿琪实在是看不下去了 就在背后告诉三叔 三叔还让阿琪不要跟他们混在一起 而这些话被番手听到了 敢背叛组织 愤怒的番手把所有人都赶出去 然后点燃了火焰 番手说 三叔想让阿琪离开组织 就是背叛他们 他要将三叔烧死 幸亏被大王发现阻止 然后开门救火 有钱的小妹大方地买了小零食和啤酒 在社区的活动中心设宴 给大王接风洗身 本来这几名少年 吃吃喝喝玩玩闹闹 十分开心快活 但黑仔开啤酒时 不小心喷到了阿琪 阿琪随口骂了句脏话 这让黑仔有些不爽 表示自己只是不小心喷到的 两人争执不下找大王 大王让黑仔给阿琪道个歉 阿琪听话的道歉之后 又问黑仔想怎么罚他 黑仔说 最少也应该长嘴巴 而大王早就看不过阿琪嘴臭 平日离打架 也是因为阿琪嘴臭惹是生非 阿琪平日在社团中人员欠家 喝多了的众人开始起哄 让他脱掉裤子 让他给黑仔当马骑打屁股 大王想给阿琪一个教训 便同意了 就这样 阿琪被扒光裤子 黑仔骑在他身上 用拖鞋打他的屁股 阿琪屁股被打得鲜血淋漓 皮盖肉绽 阿B看了一会儿 圈大王够了 大王就正在信头上 还要继续 幸好有社区的老师闯进来 制止了他们 大王对老师说 他们只是在玩游戏 大王还让阿琪自己对老师说 阿琪也说 他们是在做游戏 老师无奈地看着阿琪 阿琪背着一顿羞辱 受了伤也不敢回家 他的亲生母亲早就去世 继母还在医院 父亲忙着照顾继母和弟弟 也顾不上他 阿琪便接触在 平日里交好的阿甘家中养伤 晚上 黑仔和阿姨正在爱的运动 番薯听到动静后进来偷看 黑仔发现了番薯 番薯还让黑仔继续 他想看真人直播 阿琪在校园里四处说 阿姨的姐妹什么人都可以上 这天 阿姨的姐妹来找阿琪 阿琪嘴巴依旧很臭 似乎忘记了上次被打 另一边 大王一行人继续四处寻欢作乐 胡作非为 在羞帽平横行霸道 一时间臭名远扬 但他们却自觉是 蛊惑在漫画中英雄人物 认为这样的人生 才是他们想要的样子 这天 番薯的舅舅从泰国回来了 番薯妈妈想让他 惩治一番顽劣的番薯 便带他来到三叔家中 然而不巧 番薯不在 阿琪鼓励三叔 将番薯的所作所为说出来 三叔就讲了一些番薯的事情 这让番薯妈妈十分生气 下定决心 一定要惩治这个不孝子一番 下午 番薯妈妈正和朋友们在家打麻将 正好遇到番薯回家 便质问他 为什么这段时间胡作非为 又让舅舅去修理他 然而没讲到的是 大王他们就在门外 他们见到番薯被打 立马一拥而上 将番薯舅舅暴打一顿 暴打完自己的舅舅 番薯又带着大王等人 杀到三叔家中 将三叔一顿暴打 因为他们认定就是三叔告状的 所以说现在三叔是叛徒 他们要清理门户 大王让讨厌叛徒的人都去打三叔 只有阿琪站在一边没有动手 大王看着被打的三叔 突然想起来 蛊惑在里面 人被打的飞艇的画面 他让小弟把三叔架起来 然后一脚一脚踢三叔 但三叔根本没有飞起来 三叔被打得起不来 他们一群人扬长而去 两天后 阿琪偷偷回来 看到还躺在地下的三叔有些心疼 他趁机劝三叔报警 三叔说 报警会害死阿琪 他让阿琪赶紧走 阿琪只好离开 但是这次的对话 又被番薯的小弟听到 出卖组织让大王很是生气 大王来到三叔家里 确认了三叔 没有在阿琪的劝说下报警 走之前还拿走了三叔的钱 接着他叫来所有人在街头开会 大王说 阿琪竟然敢看着自己 教训叛徒之后 自己去做半途 他早就知道阿琪不可靠 阿琪还整天顾着他 大王表示 此事一定要严惩 大王让人叫阿琪去学校等他 阿琪虽然嘴瘦 但脑袋颇为灵光 他没有动身 反而约好友阿甘来三叔家中 他本来想 既然大王等人在学校等自己 那三叔这里应该没人 他先来这里问问三叔 发生了什么事 然而阿琪和阿甘刚进三叔家中 就发现大王阿琪等人在这里等他 阿琪一见满屋子都是人 有些傻了 阿琪直接冲过去质问他 是不是出卖了我们 让三叔去报警 阿琪连忙结结巴巴地否认 这副心虚的样子 让一向照着阿琪的阿琪勃然大怒 直接出手将他打倒在地 大王用椅子锁住阿琪的脖子 然后黑仔上去一顿打 大王觉得这样有些不过瘾 便提议来人肉打装机 他们将阿琪倒立过来 拉着他的腿去装地板 屋子里的众人见这副滑机赏面 纷纷拍手称赞 波罗则和阿姨的姐妹去卫生间激情 大王等人打了一会儿有些累了 激情完事的小妹 立即出来对阿琪左右开弓 其他小妹也冲过来 对阿琪一顿拳打小题 几个小胎妹打了一会儿 番鼠等人到了 听到他们在校园叛徒 瞬间来劲了 大王用皮带狠狠地抽打阿琪 最后连皮带都断了 他们让阿琪不断承认自己做的错事 说一句打一下 小妹也拿起钢管狠狠地抽打阿琪 质问他为什么要造谣 接着大王又提议让大家念诗 念诗被提到名字的人 就要过去狠狠地打阿琪一棍 大家又这样玩了一会儿 阿琪有些受不住了 大王提议中场休息一会儿 然后拉着那个被阿琪说是公交车的小妹 走进了浴室激情 大王和这个太妹激情刚完事 翻手就迫不及待地进去了 中场休息结束后 几人又开始了新一轮对阿琪的惩罚 他们越打越兴奋 看不下去的阿甘想要替阿琪说话 但却被大王赶走了 一顿暴打之后 阿琪吐显昏迷 其他人则在蛊惑在的海报前 扮演他们心中的偶像人物 正当他们威风的时候 阿琪却发现阿琪似乎不行了 连忙在大王耳边小声告诉了他 大王心中一惊 随即强壮镇顶 让大家先走 其他人陆陆续续离开 房间里只剩下大王阿琪 翻鼠黑仔这几个团伙核心人物 阿琪给阿琪做人工姑息 翻鼠还上香给官二爷 保佑阿琪没事 阿琪有些慌了 提议要去救护车 却被大王拒绝 他不想引来警察 最后阿琪死了 他的身体开始冰冷发硬 阿琪慌乱地问大王该怎么办 大王沉默许久 缓缓开口吐出了三个字 烧了他 接着大王下令 让他们去找推车和纸箱 但翻鼠两人刚下电梯 就遇到了警察巡逻 大王恶狠狠表示 今晚不行了 他们把阿琪的尸体扔进浴室里 准备明天处理 然后一把揪出躲在角落里的三叔 拳打脚踢一顿恐吓 警告他不许报警 否则杀他全家 说完他就带着翻鼠阿毕等人离开了 在进电梯前 他还在兄弟们盯着道 要笑得开心灿烂 于是电梯监控中出现了只诡异的一幕 五个少年对着监控摄像头 僵硬地傻笑着 第二天 大王和阿毕叫上几个兄弟 按照计划来到三叔家中 将阿琪的尸体运到垃圾房焚烧 在削了一次后 大王觉得不过瘾 又让手下重新烧一遍 要烧得连灰都不剩 做完这一切 已经是深夜了 大王警告所有人 他赶紧起来去报警 警察将他送到医院 但是三叔说不清事情的由来 警察从他嘴里只听到了阿毕的名字 警察便连夜赶到了阿毕家中 将他逮捕了 阿毕被逮捕后 供出来了番鼠和猪扒 而番鼠又连番供出了其他人 另一边 波罗在社区老师的带领下也主动投案 正巧遇到被母亲带过来自首的大王 影片的最后 这个名为皇朝的帮派全员伏法 大王 番鼠 黑仔等人谋杀罪成立 被判处终身监禁 阿毕则因为转作污点证人 被判处七年有期突袭 这部电影改编子 羞帽平同党烧尸案 在港台评选的十大轰动案件中排第五位 他的轰动 在于成人世界没想到 未成年人如此残忍凶暴 电影《三五成群》 比较真实地记录了 这个同党案发生的前前后后 不过前几年 阿吉的好友在网上发表影片悼念 提到阿吉并非像影片中那样嘴臭讨厌 而是一个与人为善的热心少年 至今社会对这部影片的评价 褒贬不一 古惑仔确实有些消极的一面 但这也是香港这座城市 一个时代的缩影 是在那个时代下 年轻群体的写照 更是我们很多人 年轻时光中无法删去的回忆 看完电影 你有什么想表达的呢 我是八哥 下次见